如果你第一天上班 路上遇上突发情况怎么办 天才小伙纪凡 他的处理办法 竟是将领导直接叫过来 原因竟是因为死了人 这天是纪凡要去当刑警的第一天 他因为堵车 正坐地铁赶去警局报到时 突然车厢里面人群开始躁动 众人都被吓得叫出声来 前面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 没人敢上前一步 准刑警纪凡听到动静后 奋力的挤到前面 直接一个男人横躺在车厢 人已经死亡 而且死亡方式极惨 脸皮被全部扒下来 纪凡让车厢赶紧叫刑警队 而他却拿了一个大喇叭 直接下车对着人群开始大喊 这样做看似很傻 但很快他又在人群中看到 一个帽子男头都不回地离开 他赶忙追了上去 这办法倒是挺好 可惜这小猎豹最终没追上人 之后他再次查看了现场 发现死亡地点附近 没有一丝血迹残留 周围太过于干净 刑警队长阿南赶回来后 和纪凡这还未报道的新手 互相认识了一下 他刚听了纪凡的判断 认为车厢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之后他们又调出其他时间的监控 发现死者之前有去过卫生间 纪凡看后确认定 画面中进去的人并不是死者 而之前进去的一个人 才是真正的死者 他的话把警员给说愣住了 以为死者和凶手进去 还互换了一身衣服 看着警员实在不懂 纪凡开始展露自己的推理 凶手明显很了解死者的作息规律 地铁站的卫生间 为他提供了良好的作案空间 他先用麻醉剂麻痹了死者 接着叫人给勒死 然后扒掉死者的衣服进行交换 这样能够确保监控机制拍到 也不会引起怀疑 最后再损坏死者面部 在高峰期前 叫人放在车厢里 九人来到那个卫生间 阿南听了纪凡的推论 认为他是在瞎掰扯 你能不能仔细地观察一下 那明明是一个老酒鬼的衣服 纪凡推断 凶手应该是提前拿到了死者的衣服 在行凶当天特意穿进了地铁 作案完后 又一撕着交换了衣服 其实这两套衣服 全都是撕着本人的 旁边的警员小白听傻了 这为了杀人 还专门去脱了件衣服 这不就化着天足了 纪凡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凶手从开始行凶 都把尸体扔在早高峰的地铁上 种种行为其实都很明显 就是在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这人扇人的动机目的绝不简单 说完 他还在厕所里 拥有面前取样到 墙边的一点血迹 随后再次来到地铁上 凶手既然选择这种方式抛尸 那么肯定会留下什么信息 来凸显自己 看着周围没什么东西 几凡好奇地敲一敲 撕着尸体旁的两块玻璃 敲完后还非常装 让警员将玻璃抬回去 右边的这块玻璃 公正频率和别的玻璃不一致 很明显是被钢换上去的 位置也恰巧 在撕着座的地方中对面 这里面肯定不简单 他这番言论 把一旁的法医都听呆了 还真就装起来了 回到警局后 警员立刻查阅了 案发前的所有监控 发现有一个叫林勇的人 每次入话 他都在避免正脸被拍到 看上去非常可疑 查下这人的资料后 发现他曾因地下赌博 被抓过好几次有过案例 可就在阿南准备去抓人询问时 法医那边出来鉴定结果 没想到死者竟才是林勇 再次看录像会发现 纪凡之前的推论是正确的 林勇的衣服 的确和案发现场是不一样了 而鉴定科那边 在检测完带回来的那块玻璃后 正如纪凡所料 上面留有一个隐藏的符号 简单小白看后又明白了 一说起八条 阿南队长想到 之前他们扫除地下赌场时 有个老大的外号就叫做八条 于是他带上纪凡 乔装打扮成来借钱的 找到八条面前 直接给他摁在桌子上 问他是不是认识死者林勇 这八条也赶紧交代 林勇是欠过他很多钱 之前也的确找他讨过债 不过杀人这事自己不敢做 季凡在一旁 看他的怂样也知道 凶手留下了那个八条 不是指向人 而是令勇目的 法医此时也做完了事件 林勇属于纪念性窒息死亡 镜末雷勾呈水平环形必锁状 锁勾出血是死亡关键 脸部的伤口 不是手出刀 这类力气留下的 而是一种类似钢丝的东西造成的 和脖子上的雷痕 属于同一种凶器所为 伤口边缘有些金钢石粉末 应该就是凶器留下的 季凡认为凶器可能就是钢丝剧 而实际上的多处遇伤 是死前就留下的 阿南知道 这应该是那八条讨债所做 了解完这些 季凡坐着安发那辆地铁回家 他再次来到 死者开始坐的位置 想起那时追逐凶手时 明明追得很近 但最后那个人 好像不存在次的消失了 等季凡回到家 他开始向父亲季廷山 描述当第一天刑警的感受 季廷山是市里面 有名的四方集团的总裁 季凡其实还有个哥哥 是四方物流的总经理 说白了 人家就是个富二代 可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他哥哥季凡回家时 画面镜头开始不断地窃回 季凡在早上追凶时的画面 接下来就是本剧开篇 最高能一个画面 早上的那个凶手 他其实一直躲在暗处看着季凡 当他私下脸上的人品面具时 他的真容 竟是季凡的哥哥季凡 这就非常刺激了 等到了深夜 季凡换上了一身黑行头 悄悄出了门 一个艺术展里 两个女人正在拍照 拿着手机的这位 突然发现这雕像里面有什么东西 出于好奇 上前碰了一下 谁知道上面的壳直接掉了下来 看清壳里面的东西后 俩人吓得尖叫起来 慢慢的 这雕像竟开始缓缓伸出血来 里面藏着竟是一具尸体 刑警队接到消息很快赶了过来 这次就连局长肖建国也被惊动 就在昨天才发生一起剥离案 而这次竟是有人 把尸体包裹进了水泥里面 连续两天发生命案 作案的手法都十分特殊 消局让队长阿南尽快查清 两情病案是否有关联 之后将这尸体带回警局 用电锯将水泥锯开 法医亲眼认为 死者应该是长时间的低温脱水而死 阿南在一旁有些不解 水泥不是会发热的吗 身后刚当刑警的祭凡告诉他 低温脱水这就说明 死者在被水泥封住时还没死 因为水泥在变硬的过程中会散热 但凶手又对死者进行过冷冻 这产生了内外温差 也让水泥上有了开裂的地方 所以就又导致尸体从内部开始破裂出血 而且水泥中的强碱 导致死者身体全部被腐蚀 面貌也认不清 很不好确认身份 看着被写下来的水泥 季凡发现凶手挺有一手 他事先用水泥布将尸体给包裹住 最后再用水泥封住 季凡独自一人又去到艺术展 他看着当时水泥雕像后面的一幅画 闻到上面的味道有些不一样 向管理人员要来之前这幅画的照片 结果经发现 这画里面突然多出了一座冰山 他用手摸了摸 果然这座山是刚画上去的 季凡于是展开了情景在线 他看着凶手在一旁 不断拿着画笔 在画上描绘这座冰山 他还在思索的时候 突然阿南的到来将它打断 原来萧菊也再次来到现场 询用了季凡这次发现了什么 季凡表明 凶手在这幅画上留下的信息 是那座冰山下的16个人 由于冰山画上去没多久 颜料都还没干 而这幅画才是凶手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他杀人只是为了让警方能够注意到这些 凶手留下的信息就是这两个数字 8和16 可几凡还没分析 一旁警员小白又成董哥了 这小脑袋瓜真聪明呀 说的真好下次不准说了 接着将画拿回到警局 见底他的牢里很快就有了发现 他发现画上有两根画笔上脱了的毛 经过化验后却是狗毛 这和平常的画笔毛有些不同 季凡认为这套凶手顾变态 有特殊的精神洁癖 能用狗毛来当作画笔 当然不能排除凶手有养狗这可能 很多杀人犯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害怕跟人交流 反而像狗这种忠诚度很高的动物 能够给他们安全感 这两话是个重点 之后在剧情里面都会有体现 可是要排查狗的话 工作量实在太大 季凡和阿南决定 从果实用的水泥布来入住调查 最后法医清延认为狗这条线索挺好的 离开前还问老李要了个样本 因为他母亲就是开宠物店的 最后击凡几人 对尸体上包裹的那些水泥布展开调查 一连查了十个工地都没有任何发现 这种布也是比较常见的 可就在查到最后一个时 从这里的负责人这听说 他的一位同事唐卫东 因为之前盖的楼塌方了 最近被牵连进去 近几日 他人直接脚底抹又跑了 现在谁都找不到他人 小白在听后 拿出死者的照片让负责人确认一下 由于死者的皮肤被腐射严重 从外形来看 负责人只认为很像 而纪凡掉了今天工地上所有的进驻车辆 发现其中那个送菜的小涛 过来的时间有些可疑 立刻去到菜市场 找上他人进行询问 据小涛所述 他凌晨三点过来 是唐卫东要求的 因为俩人比较熟 偶尔小涛还会给唐卫东送些私活 这次他过去就是按唐卫东所说的 去工地送完菜 帮他把一个箱子给拉出来 那时俩人还通了电话 可诡异的是 就是唐卫东要求他 把那个箱子送到了美术馆 可那个时候 唐卫东已经遇害了 唐卫东怎么可能会自己打电话运送自己呢 只有一种可能 是凶手自己打的 阿南想要通过查电话寻找凶手 可既凡了定 对方敢这样做 就一定不怕警方调查 第二天 阿南通过查找通话记录 发现在昨日凌晨一点左右 唐卫东的手机 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 初步判断是凶手要约他见面 但这个陌生电话是网络电话 要追踪IP地址得需要些时间 而唐卫东的手机 警员通过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搜寻 全都没有找到这部手机 结合送菜员小涛描述的情况 可以认为 凶手在给小涛打完电话 已经将唐卫东的手机给销毁了 但有一点很可疑 这手机的信号 在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工地附近 阿南推断 凶手极有可能将行用现场 悬在那个工地的地基当中 因为在凌晨过后 工地会交入这会儿地基 这样的话 第一案发现场就会消失 只要是这样的话 那这凶手在每次行用前 都会对死者进行全面的了解 净凡在通过调查这些资料后 他也确定了 凶手留下哪些信息的含义 按照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分析 凶手喜欢用十八层地狱的理论 第八层地狱是冰山地狱 惩罚不仁不义之人 而第十六层地狱是火山地狱 惩罚循私舞弊 行贵咒入之人 凶手是在用数字做死亡预告 他用其中对应的方式来杀人 或者说惩罚死人 我们的第一个死者林勇 他被戈灭 刚好对应了十八层地狱的剥皮地狱 而在现场留下的数字八 刚好意味着第二个死者唐卫东 会遭受第八层地狱 也就是冰山地狱的折磨 刚好他死前被冰冻过 两人的死状都非常惨烈 林勇死在人流密集的地铁里 而唐卫东虽然死在自己的工地上 但是却被运到了 正在参展的美术环里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凶手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来传达他所谓的惩罚理论 我认为凶手不会就此停下 因为在美术馆留下的数字十六 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下一次动手 会对应的是第十六层地狱 火山地狱 按照地狱等级的对应 第一名死者林勇 对应的是势强凌弱 而唐卫东则是不仁不义 落井下石 既凡还对凶手做了策写 凶手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 受过高等教育 精神世界丰富 奉行着自己的信仰和世界观 他性格孤僻且内敛 内心缺乏安全感 应该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 曾经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 所以才会有此报复性的行为 而死者当年可能正是用相应的手段 对待过他或者他亲人 萧菊听了这些报告后 也宣布要成立专案组 全市警力通力配合 要尽快振破此案 不能再继续出现受害者了 听了萧菊的安排后 季凡来到警局的拘留室 开始和里面躺着的人聊天 而这里面关押的人 正是他的亲哥哥季平 刑警队长阿南 刚刚来到这家物流公司 警方正在调查 前不久地铁上发生的一起命案 根据调查 凶手所有的凶器钢锯司 很有可能就是出自这家物流公司 警员小白正在监控室调查时 恰巧看到阿南竟将人家总裁的胳膊差点掰断 小白赶紧过去帮忙 最终将着总裁季平给扩押汇聚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他在警局里面 竟有一个刑警弟弟季凡 兄弟俩搁着铁门聊了两句 之后季平要来弟弟的手机 打电话给他们的父亲季庭山来捞自己 这段对话看似很平常 单案里面的信心量可不少 这里就不剧透了 而不久后 市里面再次发生命案 这次比之前的更残忍 凶手将人活活封在了水泥里面 最后折磨至死 警方在对其做过调查后 最终确认了两起命案应该是同一人所为 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季凡也通过了解 分析了这两起命案中 凶手留下的信息 其实是在对死者做惩罚 而且是根据第一层数来进行的 季凡在将推断说出后 又对凶手进行了特写 但他好像想到了些什么 在说完报告后 再次来到国家哥哥的房间 季凡告诉季凡 一会儿父亲会亲自来接他 更是质疑起哥哥 从小到大 就见过他动过一次手 这次怎么搞这些 说完就又准备离开 但还没走出去时 他脸色突然一变 又问了季凡一句 4月18日凌晨 你在哪儿啊 G-Tex啊 心情不好 跟人吵了一架 更质疑他有没有人证 季凡很轻松回答了弟弟的问题 说在吵架时 他是被酒保给拉开的 之后就是到家 碰到了季凡这个神经病 季凡此时也想起来 在地铁案发生的第二天 他一大早路过季凡房间时 发现他人竟还没睡 而且精神还很充沛 想到之前的侧血 季凡的脸色变得很不好 而看到弟弟问自己这些问题后 季凡竟有些许的兴奋 季凡之后还知上警员 调查了哥哥在水泥风湿案 之前的那晚行踪 结果确认 他人的确是在酒吧 而且还和人发生过冲突 看到这些后 季凡倒是送了一口气 不久 这俩兄弟的父亲季庭山来到警局 他还没进去捞人 就碰到了老熟人 警局局长肖建国 肖局先是夸赞了季凡几句 接着告诉季庭山 季凡已经自己离开了 俩人接着寒暄了几句 季庭山还让肖局 过几天去三家他们楼盘的竣工典礼 这是一项惠民工程 肖局也答应 有时间一定会去的 说完话后 季庭山就又准备坐车离开 不过他在坐进车内后 从表情来看 帽子十分的不高兴 看到自己的小狗身子有些不舒服 赶忙去到附近的一家宠物医院 他养这只狗已经有快十年了 医生发现 狗狗是体内长了脊髓瘤 做手术也很难成功 而造成这些的原因 是狗狗的寿命已经到了 医生还建议计评 到时候最好选择安乐死 要不然小狗会有很多痛苦 你对其他生命 都这么难过吗 你非要这么说也没办法 就等我看多了看淡吧 那我去给他开点真痛的药 发作起来可以缓解一下 这里就有一处细节 之前就有讲过 就是狗这一方面的 而最小的是 这家宠物医院 就是法医青岩家开的 刚刚的医生就是他的母亲 青岩上前与纪平大话 可对方貌似不打算理会他 留下钱就离开了 要也不要了 而此时另一边 萧菊再回到家后 他坐在椅子上 正看着一面 贴着全职资料的信息墙 而这个上面 竟有第一名死者 林勇的照片 已经被打了一个X 萧菊这时也拿起笔 接着又在第二名死者 唐卫东的照片上 画了一个大红叉 最后他一直盯着 一个叫做饶影的女生照片 看来这个警局局长 在这起连环杀人案中 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个男人正在给警局局长 炫耀自己准备建造的高楼 正说着的时候 一位大妈来到大厅 毫不犹豫 拿出袋子里面装的白色纸钱 开始不断地洒向外面 刚刚给局长说话的男人 剑子轻心赶紧过来 他人是陵海市四方集团的老总 纪庭山 纪庭山让手下放过老太太 他还上前给人家道了倩 这一切一旁的警局局长 萧建国都看在眼里 而老太太提到的女儿倩倩 也将是接下来 十分主要的关键点 上期说到过 目前地铁杀人案 以及水泥风湿案 两起案件性质都十分恶劣 目前我们能够得知的 纪庭山的大儿子季平 他在地铁杀人案中 用人皮面具 伪装了自己去到现场 但杀人是否是他所做 咱先按下步表 同时还有一个嫌疑人物 警局局长萧建国 他的房间中 挂满了一枪的信息 而且关键的是 这起连环杀人案中 两名受害者的照片 都出现了在正面墙上 还都被标记了个大红叉 这也说明了 这位局长与连环杀人案 肯定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而此时的警局里面 纪凡终于发现 两起命案中的一些相同点 他走访了认识死者 超过30年的人 结果发现地铁案的死者林勇 从89年到90年这一年中 他曾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 当时成建的公司 叫做石东建筑公司 里面的老板 就是水泥风扇案的死者 唐卫东 这也是两人 唯一的一次交集 后来唐卫东 因为资金链断开 盖的楼也烂尾了 而也通过翻找 那个年代的报纸后 在90年7月25日凌晨 有人发现了一具 年轻女工李某的尸体 这个李某那年23岁 新闻报道的是他坠落身亡 很像是意外 纪凡知道这是一条关键线索 既然是刑事案件 那肯定就有存档 等纪凡却调取了答案记录时 结果就被告知 这个案子是一起凶杀案 那名死者叫做李倩 而且关键的是 这案子的纸质资料 竟然不久前 才被局长肖建国给取走 这下纪凡也终于意识到 肖建国有些不对劲 没办法 他只能和阿南 去到这起坠落案李倩的家里调查 可开门后 出现了这个老太太 正是开篇那位 在尸楼大厅里面撒纸钱的人 他见到的倩倩 也正是90年坠落案的死者李倩 之后纪凡俩人和老太太聊天 得知老人家的精神 摸走一些不稳定 有时会幻想李倩还活着 俩人从老太太这里 得知那天李倩去往公地的经过 李倩当时是和比友约好 要去看流星雨 可李母得知对方是男的后 开始斥责起李倩 两人还吵了一下 李倩最终生气了离开家 谁要这一走 就再回不来了 老太太说起这些就很难过 纪凡安抚了他的情绪 接着让他看了看 沙之安的两名受害者照片 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唐卫东 他知道那栋楼就是唐卫东建的 当年也是一直找他讨说法 不过唐卫东始终都没露面 最终警方也是抓到了凶手 老太太才放弃找唐卫东 而那个凶手 就是那栋楼当晚职业班的保安 叫做莫文华 可以说起当年怎么判的时候 老太太直接就说死了 在确认到凶手后 老太太就带人 直接找上莫家要讨说法 可没想到 这到莫文华房间后 他人将和老婆一起服毒自杀 只留下了一个孩子 接下来听后感觉很不对劲 据他了解到的 这起案子始终是一个死案 到现在其实还没抓到凶手 老太太一听他说这话 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把他们俩人直接给轰了出去 就在这时 纪凡查的消息有了结果 当年负责李欠案的主管刑警 其中之一就是局长肖建国 而负责的法医叫做饶影 此时的肖建国 他正拿着李欠案的指质资料 来到了一家宠物医院 要找这里的老板 而这个老板 正是纪凡他们队里面 法医庆言的妈妈 肖建国将资料放在他面前 让他交出一样东西 清言的母亲就是饶影 而她也是肖建国家里的资料墙上 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 饶影在听了肖建国的话后 他去到一处墓地 让这里的一位大爷 将他藏在这里几十年的东西 给拿了出来 等拿到东西后 饶影小心翼翼地赶紧离开这里 在回去的路上 他总感觉身后有人跟着自己 在经过一个路口后 他吓得直接拿出手术刀 准备向后面的人动手 但看清对方后 才知道人家是附近的住户 饶影以为是自己过度紧张 可他没有注意到 在后面不远处 一个黑影一直注视了他 另一面 肖建国回到警局后 立刻叫来了纪凡 他亲手将李欠案的资料交给了他 而且也料到 凭基凡的脑子 也会查到自己这里 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还邀请基凡晚上 来参加自己的随修晚宴 这里有个细节 之前一直没提 就是肖建国患有帕金森 这也是后面剧情的关键 到了晚上 警员都来到了肖建国的晚宴上 玩了都比较尽兴 可肖建国在接到一通电话后 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借口有事出去一下 基凡注意到他这举动 本来他对了局长就抱有怀疑 赶忙就跟了上去 结果跟到地方后 他人彻底傻了 已经跑了好几个来回 他好像一直在寻找着什么 就在路过一家宠物医院门口时 发现里面好像有些不对劲 等他收到里面 只见有个人坐在椅子上 浑身已经被烧得不成人形 基凡赶忙拿了一件衣服 将火给扑灭 另一边 阿南也接到基凡打来的电话 很有可能是那名凶手再次行凶 没一会儿 宠物店店主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电话来的 就是他在警局做法医的女儿清言 基凡看着手机来电 已经明白了死者到底是谁 等阿南等人赶回来后 清言看到是自己家的店出事 他整个人彻底崩溃掉 基凡堵在门口 劝读他就得不要出现场 也将他母亲的手机交流出去 清言想进去看看情况 基凡将他给拦了下来 更直接告诉他 他母亲已经死了 是被烧死的 浑身90%的组织已经碳化 说完清言差点晕过去 警官小白只要将他给先带离这里 基凡在警官过来之前确认过 死者就是这家的店主 叫做饶影 这是法医清言的母亲 阿南现场除了这具浇湿外 体育的都太过干净 基凡认为 死者在焚烧前 可能已经被杀 或者至少是处于昏迷状态 正常的焚烧尸体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算是浇上汽油 这种强力助燃剂 也只是表皮组织碳化 不应该像这具尸体一样 内脏受损如此严重 如果有人在他的身体表面 造成一些创伤 就会导致脂肪的外露 火焰会很轻易地突破表皮组织 这样的话 脂肪就是一种天然的重燃剂 这么做 除了让焚烧更加彻底 基凡还发现 凶手在放火之前 就一张宠物店的动物全都放生 凶手杀了人 却十分的爱惜猫狗 在他眼里人的命 还不如这些小动物 猫狗是无辜的 而人是有罪的 之前的良情病案也是 凶手杀了那些受害者 是认为他们都有罪 这次同样也不例外 饶影应该是同样犯过什么罪 这一点基凡是能够肯定的 在上午 他们询完李倩母亲时 那时纪凡就收到了一份资料 27年前的李倩案 主管的刑警 不仅有现在的局长肖建国 而那个主管法医 就是前沿的母亲 饶影 这一点更加能说明 目前被插的三个人 全都绕不开 27年前的李倩案 而纪凡也能够肯定 这件案子 就是之前那名凶手所做 是因为他发现 现场的一件工服上 有被刻意封上了一个 公号牌0507 删一刑命案时 凶手留下的信息是16 对应的是16层地域 火山地域 那么这个0507 会不会是凶手架来等不及 要去杀害两个人 就在这时 警员通过附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在案发前不久 警局局长肖建国 就从这家店里面出来 他在刚刚退休晚宴借口离开 原来来的是这里 而纪凡在跟踪时 因为被肖建国发现给甩掉 耽误了不少时间 才找到这里 过来后就发现了一具 还在被烧的尸体 从录像上还发现 肖建国从店里面出来后 好像是拿了一样什么东西 纪凡接着赶门给警局打去电话 从值班警员者得知 肖局在刚刚回来过 等警员过去确认时 翻肖局已经不见 只看到一台电脑被动过 上面查询历史还被删除 现在这个警局局长 成了警员首要调查对象 阿南也申请到了诉查证 准备前往肖局家里调查 可就在此时 肖局家门外 进盘的哥哥纪凭 竟过去家门撬开 进到屋里面提前诉查起来 纪凭来到肖局的书房 发现了那张西西墙 在看到那几名受害者照片后 纪凭的目光 被多年前的一条新闻吸引 这说的是一起偷渡船沉没时间 接着他又看了看 肖局平常吃的一些药 没多久 纪凡等人也赶了过来 此时纪凭已经离开 他们同样也在屋内 发现了那面信息墙 看着上面出现了那些受害人 肖局的嫌疑再次被加大 同时 九元翻找了屋内种种证物时 还发现了一张小孩的百日照 时间是1989年 纪凡从来没有听说 肖局有说过孩子什么事 阿南倒是曾听老刑警说过 肖局在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儿子 可没过几年 这孩子突然得了什么怪病离世了 他妻子也因思念儿子过度 没过几年病逝了 纪凡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从这些时间来看的话 会不会肖局的儿子并没有死 可能是被人拐走又或者失踪 毕竟他儿子的离世十分突然 肖局能如此详细 记录下李签案这么多信息 这会不会和他儿子有点关联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 从这面墙上纪凡还看到 当年福都自杀的孟文华夫妇 以及莫文华的弟弟莫文胜的照片 既然出现在这上面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莫文胜早在1991年就离开了本市 至今一直杳无音信 而他的照片下 挂着的就是那条偷渡传陈梦的新闻 难道说他人已经遇害了 阿南在翻看冰箱时 也发现了肖局正在吃的这些药 里面具有治疗帕金森的 基本上也顿时想起肖建国的手抖 没想到他的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第二天 局员们还是要从李签案入署调查 将当年所有的证据资料全搬了出来 发现在这证物中 有个李签生贤用过的头绳 这也是把孟文华定为嫌疑人的重要物证 纪凡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看到这头绳上留下的头发 有些太多了 不像是自然缠上去的 更像是有人故意为之 他认为当年孟文华是被人在当陷害了 有人为了陷害孟文华 故意将李签的头发 缠在这个红头绳上 然后放进孟文华的手电筒里 也就是说 孟文华的确不是真凶 而真正的凶手就是那个放头绳的人 你的这个逻辑呢是没错 但是有一点说不到 什么 发现这个头绳的时间 是李签案发生之后四天 凶手是怎么办的 李签的尸体 当时肯定是停在分局的停时间啊 只要进了停 这一番推论下来 警察也都意识到 当年最能够接近尸体的只有法医组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是当时身为法医的饶影 他在受贿后 拿到了李签死后的头发 导致别人 栽赃给了孟文华 而16层地狱 火山地狱 正是专程 受贿 寻思舞弊之罪 而建定客这里 宠物店里面留下来的衣服 上面的刺绣号码牌 是纯棉的 这种东西 近十年都很少见 老李根据这数字的颜色和字体 对比后 找到最符合的 就是八九十年代 一种保安符上的统一的号码牌 一听到保安 季凡就想到 孟文华在李签案时 就是巡逻保安 这号码五和七 分别对应的是 正龙地狱和刀山地狱 凶手留下来这样的信息 要么是指 接下来的目标 是同时翻下过这两种罪的人 要么就是 凶手可能同时杀掉两个人 与同时 四海集团里面 季平癫狂地闯入了会议室 打断了季庭山的说话 季庭山为了避免麻烦 联盟散会 季平之后突然责问起父亲 他似哭似笑 言语中表明着兴奋 这是一种杀人之后的兴奋 季庭山被说得有些紧张 让儿子不要过度 他们还有很多事没完成呢 而季平的情绪 则是愈发的激动 你放心 就快了 我发现 事情已经悄悄的 开始自己完成了 你什么意思 反正都得死 早点死 也让早点解脱不是吗 你不是说 不会自己动手吗 你疯了吗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以我的名义去杀人 听我说 好好回家去 睡上一觉 别让你弟弟看出什么异常来 这里已经很明确了 连环杀人案中 季平肯定是动过手的 而且背后一直都是父亲季庭山在指引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 而且通过这些调查后 季凡貌似也有所警觉 他在晚上问起父亲 当年他们从国外回来后 为何不直接回老家 反而来到现在的领海市 季庭山被问的有些为难 他只说 当年他一家被村里人排挤 没办法才选择带他们出国 季派也想到 季居家里那几沉砖事故的新闻 又问起父亲 他们是坐船出去还是坐飞机 季庭山想了想 用开玩笑的口吻 说是坐飞机 还调侃他哥哥记平 当时还闹了笑话 而另一边 一间飞机的厕所里面 季局绑来了一个男人 将对方给教训一顿后 还播放起饶影被焚烧的新闻 接着季局开始回想起 前两起病案后发生的种种事情 这也逐渐揭开了27年前李清案背后的真相 5天前 地铁案发生后 再得知死者竟是李勇 局长肖建国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之后水泥风湿案 他在听到季凡分析的凶手心理 以及死者身份后 就立刻确认了 这些连环杀人案 和27年前的李清案有所关联 他之后调求了李清案的档案 直接找上了饶影 也说出了 他知道那份信息产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寻自己的儿子 他已经找了整整27年 在饶影死亡那晚 肖建国接到了那通电话 其实是饶影打来的 饶影叫他过去 就是为了给萧局 当年李清案 他私藏的一份重要证据 这就是他藏在墓地那里的东西 而这东西 竟然只是一枚指纹 这件事 是他这辈子 遇到过最悲劣的骗局 也是他一生中 做过最大的一件错事 27年前 李清案发生时 饶影刚从医学院毕业 被分到公安局当了法医助手 在李清案遇害的第二天 饶影在警局忙完后 从门口路过时 发现有个老奶奶一直在门口哭 说是小姚孙女最后一面 之后从老太太这里了解到 他的孙女竟然就是李清 但饶影只是一个小法医 没权利做这些事 于是老太太就带着个小伙 不断哀求着饶影 让他帮帮忙 让他再见一面 好心的饶影最终决定帮他 于是冒险去李清的遗体上 偷偷剪下了一小节头发 交给了老太太 让他有个念想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这头发竟然出现在了 案发现场一名保安的手电筒里面 于是那个保安 也成了这案子的嫌疑人 饶影在得知后就很纳闷 他找到了李清家 不料却被告知 李清的奶奶早就离世了 那一刻饶影才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多么蠢的错误 他为了想办法弥补 赶忙回到家 将那个骗子喝过水的杯子找了出来 从上面提取到了他的指纹 等一个月后 备受煎熬的饶影 最终下定决心要上交指纹 可进到警局后 他就开始害怕了 最终背叛了自己的公职和良心 将这件事情给隐瞒了下去 萧建国从饶影这里得知真相后 他还定住对方 要早点离开这里 来人也冒得清楚 这件事背后到底是谁在高贵 而饶影说的这些 也正是他被凶手灭口的主要原因 从饶影那里离开后 萧菊就回到警局 通过指纹查找 终于找到当年欺骗饶影的男人 王大军 萧菊在看到此人后 他就立刻回家收拾了行李 他去到一间废弃的房屋 在里面看着 自己想象出的儿子在各个年龄段的面貌 并且还联系了一位叫做老鹰的人 让他帮忙寻找王大军的下落 之后就是萧菊将王大军给带走 关在了热废弃的浴室里面 对其进行了折磨 也开始逼问他 当年究竟是谁 让他去骗的摇影 此时的另一边 纪凡在家开始对纪萍 凶了当年他们出国的一些事 昨晚他问过父亲话后 认为对方没有说实话 而纪萍面对回答 表现得更加敷衍 看着哥哥这样 纪凡也十分无语 他去上班前 还认给了纪萍一份宠物药 说是法医清言交给他的 这里对了上一期说的 纪萍带自己的小谷看病 当时他没拿药 而在一旁的纪亭山 他听到纪凡说的这些后 瞬间开始不淡定了 你怎么认识他 反正不是因为饶饮 你为什么去接近他 我怎么去接近他 如果可以 我希望他离我越远越好 这里可以看出 纪萍其实手有势也会抖 他每次犯着病时 会跑到自己的小屋 注射药剂来制止 而这一点恰巧 和孝菊的帕金森有些相似 到这里 就是本剧的四到六集内容 目前基本确定 反派应该是纪凡的老爹和老哥 而孝菊找寻的儿子 很有可能就是纪萍 因为俩人的病很相似 而且现在李欺案的出现 又多了一个可疑人物 那就是当年 福都则杀的孟文华的弟弟 孟文生 他人至今是死是活 还不知晓 李欺案的真相 也在一点点被揭开 故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之后会持续更新 感谢大家观看 一个男人来到刑警队 他对着警员 说要自首 由于最近 有三起连环凶杀案 警员们都抽不开空 就想着 让这人去拍桌子交代 当时为了他离开 男人直接开口说 自首的是命案 什么命案 1990年 少女坠落案 你说的是李欺案 这个李欺案 让警员们全都紧张起来 因为最近的三起凶杀案 起因就是这起 27年前的死案 就在上午的时候 先进季凡和阿南 还在调查这起李欺案的细节 俩人再次去到李欺母亲那里 听说李欺当年 就喜欢守着收音机听广播 家里还有一些 从电台上录下来的磁带 季凡为了找寻线索 就把这些带回到警局 他就那些磁带 从头听到尾 里面全都是一些怀旧金曲 就在听到末尾的时候 一首点播歌曲 引起了几番的注意 在90年代时候 在点播台点一首歌 那可是要花不少钱的 而这个羞涩的大海 能为李欺点歌 说明很有可能 就是李欺的追求者 两人的关系肯定不简单 李欺母亲也曾提到过 李欺遇害那晚 说是和一个男生去看流星雨 这说明他是被人给约出去的 而这个人 之前警方并没有查到任何的信息 那么约李欺出去的 会不会就是这位羞涩的大海 几番看了看 这收音机一直停留在91.5兆贺 就想着去电视台碰碰运气 但工作人员只能够查到 在90年时 拥有那个兆贺的音乐类节目 只有一个叫做真情之声的 而当年点个人的信息 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几番就想着查一下 那一年最频繁点个的号码 打算从那上面一个一个查起 结果在查到 一个当年邮政局的电话时 发现那年在案发后 南门分局那边有两个员工 一前一后选择离职 几番也想到 当初调查校局家时 发现有他当年 在调查李欺案现场排查脚印的过程 在那上百个脚印里面 只有两个是无法确认的 看来校局当年 基本上就要抓到凶手了 要不是最后有那个红头绳证物出现 现在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遇害 这也让几番可以确认 凶手在杀害饶影后 留下了两个数字 就是在预告着 他将会对两个人动手 工作人员调出了 那两个离职员工的资料 显示一个叫做陆阳 另一个叫做徐大士 一说起陆阳 阿南就想到 这个人是他们本是电视台 很有名的一个主持人 最近也在天天播报 他们调查了连环杀人案 正面刚查到陆阳 那头电视台里面 陆阳才刚刚播完 前两天发生的杀人焚尸案 他在镜头前看得十分镇定 可以回到化妆间 他就紧张地 看着这起连环命案的新闻 与此同时 小白这里 也查到了萧菊手机的信号 曾在郊区那边出现 按照地址 警员们找过去 结果发现了 萧菊之前本来的光头 王大军 他就是当年 骗饶影 偷举丝了头发的人 此时 他已经被萧菊 打到有些精神衰弱 不过在小白的避问下 王大军也指认了 27年前 让他这片饶影的 正是那个陆阳 现在 多条线索全部都指向他 金凡和阿南 也赶来电视台抓人 只可惜晚了一步 陆阳竟然消失了 金凡想到他们上楼时 碰到了一个清洁工 就是从这化妆间里面出来的 赶紧又追到了车库 而带走陆阳的人 正是金凡的哥哥 纪平 他眼看金凡堵在那边 金凡决定孤注一掷 一口气 准备加油离开这里 金凡这时也注意到了不对劲 他上前阻拦 可并没有成功 虽然没有看到金凡的脸 但金凡注意到了 金凡手上戴着的手表 这让金凡感到有些震惊 他也来不及多想 继续追了出去 可谁料 等阿南跟着出来后 发现金凡竟然失踪了 只在一旁的草丛里面 找到他扔掉的手机 意识到大事不妙 调查过目标 目标丢了不说 就连刑警也不见了 阿南立刻召集人手 开始诠释搜索金凡的下落 而另一边 金凡睢开眼 眼前坐着的人 竟是他们一直在找出的警局局长 肖建国 肖局其实也查到那个陆阳那里 他在看到纪凡后 就用棍子给他打晕带了过来 目的就是要告诉纪凡 他其实做这些 也是为了追查凶手 肖局将27年前 有关他儿子的事情说出 他的孩子并没有死 正是之前纪凡猜想那样 他的孩子只是丢了 而且肖局在当年已经有了发现 他认为带走自己孩子的 就是李天案中 被冤枉自杀的孟文华的弟弟 孟文生 当年肖局查到 孟文生偷渡出国 可那时 那头偷渡船遭遇海难 一船人全都死亡 线索也到这里断开 可肖局在这些年里面 不断调查 最终查到 孟文生可能没有死 死去的只是一个名字 而且最近的连环杀人案 背后的人 也在阴隐约约指向孟文生 肖局能够见识这么多年 全都是因为 他作为一个老父亲的私心 一个老公安的执着 与同时 警局里面 阿南在寻找机关下落同时 也接到了通知 来到了审讯室 见到了 开着时要自首的男人 而这个人也正是警方 准备寻找的 另一名李倩案嫌疑人 徐大志 这个男人坐在审讯室 最近接连出现的 三起杀人案 让他再也坐不住了 因为这些案子的起因 经都是27年前 他和同事陆阳 去约见一个 小姑娘李倩所导致 徐大志承认 90年的李倩案 真凶并不是孟文华 还直接指出 凶手其实就是陆阳 他怕连环杀人犯 找自己算账 所以来到警局自首求保护 毕竟坐牢 总比被杀得好 徐大志也描述了 27年前的经过 那时他和陆阳 都在邮政局上班 陆阳那天 对来寄信的李倩 一见钟情 之后他就通过 不断的寄信 俩人成了比友 跟着约了李倩 去一起看星星 而徐大志因为爱凑热闹 就非要跟着陆阳一起去 阿南听了这话后 认为徐大志 也是有点喜欢李倩的 在那天晚上 他们三人拿着啤酒 去到那栋飞起楼上 陆阳和李倩 越聊越投机 而徐大志一个人很没去 就拿了一瓶酒 去到别处 可没过多久 他听到下面那二人 发生了争吵 等徐大志过去时 就看到陆阳 已经把人给杀了 当时二人都吓傻了 徐大志直接躲在家里面 一个月都没敢出门 他本以为能够侥幸躲过 直到那天 有警员找了过去询问情况 俩人这下彻底慌了 之后他们一会儿喝酒 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陆阳更是威胁徐大志 不能够说出这件事 并主导了将罪行 加货给那晚值班的保安 孟文华的事情 为了保命 他们俩人只能够 让孟文华牺牲一下 于是二人之后找上了王大军 让他吃片饶饮 获得了李倩的头发 然后他们再悄悄的 将那个头绳 放进了孟文华的手电筒里面 原来这俩货 才是传木案件的舍舵俑者 阿南在了解完情况后 知道必须得尽快找到陆阳才行 同时还得搜寻纪凡的下落 而此时的陆阳 他已经被纪瓶给带走 他也算是聪明人 知道最近的杀人案 其实都是在给孟文华一家报仇 陆阳也十分的恐惧 他赶紧把罪行一个字推给了 那时调查他们的警员身上 而这个警员 就是如今的萧菊 季平看着他的样子 没有动杀心 给他注册了一管药剂 之后回到家 季平将情况 说给了父亲季廷山 更是提醒 不能够放任萧建国不管 季廷山在听后 也决定要亲自出面解决这件事 但季平在上次去过萧建国家后 他也意识到了 萧菊这些年 其实都是在找他的儿子 季廷山在面对这些问题 他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会尽快让这事落幕 而警局这里 季凡竟然自己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他也说出 刚刚是被萧菊请去喝茶 也让阿南他们放心 萧菊没有杀人的嫌疑 陆阳由于失踪的时间已经太久 阿南派人立刻排查了 可能去了地点 而季凡和小白 却又听起了李倩的收音机 结果听到 有一个异常的波动 发现出现波动的 是电台根本没有的103.2赫兹 而且循运电台后 在最近一个月内 有发生过三次异常波动 几凡将这三次赫兹记了下来 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些异常波动倒过来后 恰好就是连环杀人案中 那三名受害者的死亡时间 由此推断的话 那陆阳的死亡时间 应该就是23.01分 此时还有剩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另一头 季廷山已经找人去解决陆阳 在一切安排好后 他找上了萧建国 俩人如今见面 也没了之前的那些客套话 萧局长一直在找自己的儿子吧 一辈子的牵挂 他在哪儿 萧局长你信命吗 不信 我也不信 可是我信英国 我觉得 来世宝太遥远了 还是现实保有效果 重的善因得善果 重的恶因 得恶果 季廷山在说完这些后 萧局也终于能够肯定 他的知识身份到底是谁 季廷山也开始想起 每当阴雨天 他自己浑身的关节就痛如刀割 而这些疼痛也都在提醒他 要如何去复仇 1991年 他偷渡出海 结果遇上了海难 那时 他在水里面整整泡了三天三夜 而他那时的名字 还叫做莫文生 萧局也知道 眼前的人 在当年偷走了自己的儿子 这是你的命 我说了 你中的阴 火爆来了 我儿子在哪儿 萧局长以前 可不是这么没有耐心的人 我儿子在哪儿 随着那船 沉入冰冷的海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你替儿子 想去唱的心情大 当初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你儿子现在也在做着他觉得应该做的事 我说的执法 我怕跟你理解的 不大相同 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怎么不问问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对我的哥哥他嫂子做了什么 当年就是因为你造成我们家家破人亡 萧局开始变得卑微起来 他不断恳求纪丁山 让他放过自己的儿子 而此时纪凡几人 他们按照凶手行凶的手段分析 如果这次动手的话 对应的会是正龙地狱和刀山地狱 赶紧安排警人 对全是可能的地方进行搜查 最终查到了一家正拿房 纪凡发现其中一间被完全密封起来 而里面躺着的正是鲁阳 就在纪凡准备救人时 纪平突然从后面 给纪凡打了一针叫纪迷运 阻止他继续救人 甚至肖建国这时充满赶来 他看到纪平离开的背影 也顾不上被迷运的纪凡 赶忙追了上去 纪平这时也察觉到 有人在跟踪自己 转头后 他和肖建国四目相对 此时肖建国的眼神很复杂 因为纪丁山告诉他 他儿子又在这 而这个人就是纪平 纪凡终于从昏迷中清醒 在他被迷运后 阿南等人行为及时赶来 才保证陆阳的性命 不过他人目前已经是重伤 几人在看了陆阳的现场后 纪凡就想到 陆阳的惩罚是正龙地狱 这层地狱惩戒的是口舌之罪 并不是杀人罪行 也就是说 陆阳其实并没有对李倩怎么样 他并不是真凶 而这也就说明了 那个却自首的徐大志有问题 之后纪凡立刻回警局 他开始对徐大志进行询问 这个人脑子挺聪明 他知道警方没有什么证据 他来自首的话 将罪行先泼出去 自己顶个包庇罪 还能被警方保护 这容易算盘 打得确实不错 纪凡骗他说 陆阳现在已经被人给活活争辞了 让他老是交代事情 可徐大志还是之前拿到说辞 纪凡看他这样 只能拿出从李倩家 带回来的一些物件 里面都是很多老东西了 其中最有年代感的 就是那些磁带 这些也都是李倩当时 录下来的广播内容 里面最多的 就是当年 那个修造的大海 为他点播的歌曲 说着 纪凡还为徐大志 放了一首李倩录的 偏偏喜欢你 听了这些歌 徐大志低下了头 几番之后更是刺激他 说这些 其实已经没用了 之后警方会将其销毁 听到这些后 徐大志开始情绪激动起来 他让警员交动一放下 他的心理防线 已经彻底被击溃 也开始大声坦白 那些东西 都是他送给李倩的 其实 一直喜欢李倩的 都是徐大志 他就是那个羞涩的大海 而在之前 徐大志描述的故事中 真正对李倩展开追求的 就是他自己 帮他追姑娘的是陆阳 将李倩给娱乐出来见面 但他有点胆小 于是陆阳便和他一起去 最终徐大志也彻底认罪 承认了是自己杀害了李倩 真不容易这么多期 可算是就个凶手出来了 等纪凡在警局忙完后 他下班回到家 发现纪廷山的关节痛 好像又犯了 实在性能问了一下 风这么大 为什么还出去 纪廷山笑了笑 只说去见个朋友 接着纪凡又问起 纪萍去哪了 纪廷山说是在加班 让纪凡先去洗个澡 等他哥一回来 他们一块吃个宵夜 纪凡刚刚准备进浴室 走到门口处 他趁父亲不注意 去到了一旁 纪萍的更衣间 看到了一块 和凶手一样的表 此时 纪萍也回到家 纪廷山已经采取到了 纪凡不对劲 开始向纪萍传递信息 去 石冬 一行检查 喂 你干嘛呢 噓 噓 不是 不让报警见 最近 手头怪不怪远 想买什么的 明天呢 是我同事他妈妈的葬礼 我想多包点的事 没钱装什么好人哪 我好歹也是季家二少爷啊 我说我没钱谁信呢 行了 找多少 手机转给你 好兄弟 一会儿告诉你 这里既凡已经多多少少明白点什么 可他有些不愿意面对 之后还和这俩狼人一块吃了宵夜 但父子三人的相处还是和以前一样 季庭山虽说这27年来 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做过的事 但就在刚才吃饭时 他还是算漏了一样东西 我只知道恨会生长 却不知道爱你也在生长 毕竟她是我一手带大的 恨还是让我一个人承担吧 到这里就是本剧的七到九集内容 李切安的凶手已经被抓到 而且各个人物的背景也终于被挑明 季庭山就是当年 那个吴宝恩的弟弟莫文生 而季庭就是季局的儿子 后面这些人将会以怎样的形式来相认 既凡在得知真相后 他又会选择怎么做 关注我 这会儿持续更新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个男人是警局局长 但现在却成了一起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 他正在被曾经的手下 押送去往另一个地方 而他被抓到 完全是他自己来自首的 焦局在上午时 坐在审讯室 把自己的嫌疑全部交代完 挑明了第三名死者饶影被杀 他是去到过现场 但是以朋友的身份拿走了一样东西 而饶友那时还没死 可不管他再怎么说 警员纪凡认为他还是有嫌疑的 并没有选择相信 现在萧局坐在押送车内 老毛病又开始犯了 他让队长阿南给自己吃药 可就在对方给他拿水喝的时候 萧局突然出走了阿南丢件的配枪 开始侮宪系警员 他先让阿南解开自己的手铐 接着说出一个位自己送过去 到拉地方后 萧局拿枪挟车了同车的另一名嫌犯 这个人是27年前 李谦案的杀人凶手徐大志 也是导致如今 这起连环杀人案发生的关键人物 是警方的重点关照对象 他将徐大志带进一处厂房 开始危险警员 马上给自己背辆车 就在双方交谈之时 厂里的灯突然灭掉 警员们都消失了视野 只听到上方传来一阵响动 等灯光再次恢复时 萧局竟然被打倒在地 而手里的人质徐大志竟然消失了 萧局头顶上方也堵出来一根绳索 看来有人从这里将人给截胡 不过阿南看到这些后 并没有表现很着急 甚至还上前 慰问起萧局的安全 而此时厂房中的另一个地方 那个带走的徐大志的人 直接逃出了一管药剂 准备将他给迷晕 不料的徐大志却突然发起进攻 等他把头罩摘下来后 才看清这个人 就是刑警纪凡假扮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 目的就是为了引出 这起连环命案的真凶 在萧局自首前 纪凡就曾被萧局绑走过 那时俩人达成了目的 要尽快找到这杀人案的凶手 秀局自首就是他们计划中的一环 净凡知道这个杀人犯 连杀这么多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报复 二十七年前李倩案中 导致嫌疑人莫文华 自杀的有关人员 莫文华已经被证实 当年确实是被冤枉的 凶手如今已经杀了三个重伤一个 而徐大志是杀害李倩的真凶 也是全马案件的导火索 凶手肯定会迫不及待 用残忍的手段来惩罚此人 于是季凡就利用袖手的心理 来了一处离魔幻太子 而真正的徐大志 此刻正在被警员小白 送往其他地方 季凡看着凶手入了套 准备进行击补 可对方身手比较好 俩人展开了一番搏斗 过程中 季凡将对方的帽子给摘下 但等他看到对方的眼睛后 季凡直接愣住了 他有些不敢相信 而凶手也趁此赶忙逃离到这里 不过就在最后翻现铁门时 他被赶去的阿南瞄准 幸福萧菊过去推了阿南一下 导致他击中凶手的后背 让对方逃脱掉 而萧菊的举动 让阿南很不解 他赶忙着急警员追了上去 但就在这时 另一边又传来消息 押送徐大志的小白那边出事了 等季凡赶到这里后 他只见萧菊 对那刚刚凶手中枪的地方 有些鬼鬼祟祟的 不过他还没上前询问 阿南就立刻让他赶来小白那边 等季凡等人赶过去后 发现押送徐大志的车停在桥上 里面的警员竟全部被迷晕 他们当初押送为了不引起注意 专门伪装成120急救送的人 而现在徐大志躺在急救车后面 肚子上被开了一个大口子 金凡看着一旁有个气势器 也意识到 徐大志肚子里竟被人塞了个炸弹 现在时间只剩下三分钟 等法医肯定是来不及了 金凡只好亲自动手 将徐大志的肚子给划开 快速地拿出里面的炸弹 立刻跑到河边 将其给丢了出去 之后将徐大志给送往医院 他人犹豫出了太多血 气脏衰竭也比较厉害 能否活下去就得看命了 这次徐大志被袭击 警方等一下也了解到了 这连环杀战的背后 凶手近乎两个人 金凡想到和厂房那个凶手交手时 那个人的眼睛 竟和他哥哥季平的一样 他为了确认 赶忙给父亲季廷山打电话 季廷山说他和季平在一起开会 季凡有些不相信 他再三要求 没想到季平真的接电话了 既凡听到后 却表现得有些失望 注意看 这个男人有多狠 他的肩膀中弹 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 让他父亲来取子弹 现在在伤口上 倒了半瓶酒精 男人没有吭声 接着将伤口擦拭 准备动刀 他为了不叫出声 嘴里咬住一块白毛巾 当父亲的镊子 刚刚伸进肉里 男人此时 已经疼得清筋暴起 但他仍没有叫停 子弹很快也被取出 伤口也被包扎起来 而这人之所以不选择去医院 是因为他和父亲都是杀人犯 最可要的是 他的弟弟季凡 却是警局里面的刑警 他身上的伤口 就是弟弟设计抓捕他的屎所留下的 季平和父亲讨论起两人的行动 以及怎么安抚好季凡 他们杀人犯的身份 季凡现在仍不知情 哥哥季平已经杀害了两个人 而父亲季庭山 在季平之后动手了三次 一次是将人迷晕 活活烧死 另一次将一个人差点活活争死 最后一次是把一颗炸弹 可季平在两次动手后 逐渐发现有些不对劲 他们最终复仇对象 警局局长萧建国 好像对于季平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季平在刚刚逃跑时 要不是萧建国 其实退了一下几元的身体 季平恐怕当时就被击毙 季平质问起季庭山 萧建国到底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季庭山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告诉他马上就会结束了 得到这个回答后 季平有些电控的笑了起来 而萧建国这时正在医院 排队准备做亲子鉴定 他在昨晚看到季平淘宝后 就赶忙将他的血液给收集起来 来确认季庭山之前 说的到底是否属实 此时警局里面 季凡在昨天抓捕失败后 他一直在回想着凶手的那双眼睛 他告诉阿南 那双眼睛就是季平的 阿南听后让他别多想 不过马上小白就进来 他有些很为难 告诉阿南 之前在搜索路阳时 收音机播放的偏偏喜欢你信号源锁定了 而这地点就是季凡家的四方集团 听到这些后 季凡没有说一句话 有些渠望的离开警局 阿南听到这消息后 也终于明白过来 这些他们就推测到 背后的主使可能是莫文生 但现在这个结果 让他也怀疑到 会不会季庭山就是莫文生 而季平就是当年莫文华的儿子 如果只要是这样 那么季凡又到底是谁 为了查清季家这三个男人的身份 阿南专门跑到季庭山的老家 从他邻居老太太这儿 找到当年季庭山出国前 留下了一张照片 一看上面的人 阿南终于能够确定 季庭山就是假冒的 这两年的身高 如今相差的太多 看来当年偷渡幸存下来的 就是莫文生 他应该是顶替了 和他坐同一艘船的季庭山 季凡这边 他离开警局后 直接就去到了医院 从医生这里得知 萧徐就在刚刚做过了亲子鉴定 季凡此时也基本明白 这些案子中 季平的这身身份到底是谁 另一面萧检国此刻 他正坐在车子上 看着手里的鉴定报告 上面显示的比对结果 他和季平的DNA匹配度 勾达99.99% 季平就是他 选了27年的亲生儿子 萧然 与此同时 整局的法医青年 他在空余的时间 仍会进行自己母亲的宠物店 他正在外面遛狗的时候 小狗突然闻到有熟悉的味道 一下挣脱了狗绳 跑到了一处 极其隐秘的房子温外 等亲眼赶过去后 他也好奇狗狗为何会这样 于是推开了前面这扇门 接着他就看到 季平竟然就在这里面 然后他人就被把了起来 亲眼也知道 季平目前 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可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季平为了不让亲眼搞出动静 正好给他打针迷晕 接着 直接去到了肖建国家中 而此时的宵局 他在看过报告后 正在苦闷的喝着酒 看到季平竟然找了过来 季平看着肖建国 他讲述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一直把自己当成 孟文华父母留下的孩子 也就是孟文胜的亲侄子 现实的阳光 根本照不进他的心里 他背负的仇恨 活了27年 一直等待着 受人仇恨的那天 这些其实都是季廷山 给季平洗脑 让他以为自己的身份 是他的亲侄子 薛建国听后 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一个警察 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还有一个 刚满周岁的儿子 警察经受了一个案子 案子里那个嫌疑人 自杀了 没过多久 警察的儿子也失踪了 警察心里明白 是那个嫌疑人的弟弟 为了报复 偷走了他的儿子 27年 警察无时无刻 不再期盼 能够找到自己的儿子 可是后来 当他找到这个儿子的时候 他发现 儿子变成了杀人犯 季平听了这些 显然很不相信 证人道 为何那个人 当时不直接杀了他儿子 萧建国起初也不明白 直到季平过来这里后 他明白了 季平只是 季廷山付出的工具 季廷山想看到的 是要他这个儿子 亲手杀掉他自己的父亲 季平在听后 一时间无法接受 萧建国也拿出 那份亲子鉴定报告 还把沉放了27年的口琴 交给了季平 在他小时候 萧建国的妻子 总会吹着口琴 来哄季平睡觉 这口琴对他而言 有着特殊的意义 听了萧建国的话 季平的眼眶已经红了 他还放弃杀害萧建国的念头 起身准备离开 这时萧建国 突然叫了他的真名 萧然 告诉他自己找了27年 他母亲今天 一定会很高兴 说着萧建国抱住了季平 季平也感受到了 这份感情的存在泪目 可下一秒 他就被紧紧的勒入 萧建国不想让他离开 想带他去自首 他不能眼睁睁 看着季平在这样下去 季平也一时情绪失控 不自觉的拿出刀 刺在了身负的小腹上 萧建国当机倒地 而季平看到自己这样 也十分的崩溃 之后季凡找了过来 他看到门开着 意识到不妙 进来后 就看到受伤倒地的萧建国 他知道 季平肯定来过 此时的法医清延 已经在季平的小屋里面 清醒过来 他发现季平离开时 还帮自己送了吧 因为药效还没过 他缓缓地站起身 准备拨打电话 通知季凡等人 可手机却没电关机了 就在他焦急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一阵动静 他以为是季平回来了 吓得赶紧拿了一个东西防身 另一边 萧建国被送往了医院 小白带赶来后 告诉季凡对四方集团的 诉查令已经下达 他由于关系特殊 让暂停调查此案 当警员来到季平山办公室 他人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就在这时 酒吧街又出现了情况 专案组由于没有人手 季凡就带了两个人赶过去 从民警这里得知 说这上面的破屋里面 发生了一体命案 据报案人交代 他路过这里时 发现有条狗跑出来 他本想把狗送回去 结果就发现 那屋里面死了一个人 季凡看了看这狗链 发现 就是清延的母亲 宠物店的牌子 等他进入到现场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死者就是清延 阿南和小白在接到通知后 立刻赶来了现场 看着好友的离去 他们都非常的崩溃 清延是被割喉而亡 说真的 这里真就虐死人 清延这个姑娘 简直就是全剧最惨 没有之一 母亲被杀 现在自己也被杀 关键是 他和他的母亲 从头到尾没有做过坏事 饶影在27年前 也是被人利用了他的善良 真就给人看知遇了 而季凡面对这些 只能告读阿南他们 凶手就是季平 因为这屋子里面 全都是季平的痕迹 没有别人的 小白听他说的这些 情绪开始失控 对着季凡就是一拳 现在嫌疑犯是他的哥哥和爸爸 死的是他们的同事 战友和妹妹 小白不相信 季凡在他们身边27年 什么都不知道 面对小白的痛骂 季凡也说不出话 他此刻比他们更加难过 自己 朝夕相处的父亲和哥哥 就是杀人犯 甚至他们的身份都是假的 他现在也开始怀疑 自己到底是谁 季凡只能够恳请 让阿南尽快申请 对季廷山和季平的逮捕令 而他现在也彻底被警局停职 之后还要进入调查 季凡最终崩溃了离开现场 与同时 医院里面 正在住院的徐大志 他人在一名医生过来后 情绪就突然变得失控 一下将看守的警员 都给吸引了过来 而趁着这个空档 伪装成医生的季廷山 悄悄来到了萧建国房间 他终于还是动手了 季廷山不想让他死 只有活着 才会体会到日日夜夜的折磨 于是他用被子 将萧建国捂到休克 季廷山知道 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这次来 算是做最后一个告别 季廷此时 社会落魄的回到家 他在想起回国后 和季萍 季廷山再相见的场景 那样思议的时光 如今都不再可能了 他发现 照上放着一张照片 是孟文华一家的全家福 看到这张照片后 季廷也终于明白 自己到底是谁 他叫了二十多年的爸爸 原来就是他的亲叔叔 他就是当年 孟文华夫妇 此后留下的儿子 莫平凡 警方在多特调查后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截止至昨天 专案组经过多日的持续作战 现已确认 自4月17日起 第一起杀人案 至目前陆某被袭击 军系二人所为 并确认 季萍 男29岁 为实施犯罪的共犯 季廷山 男51岁 为策划 并实施犯罪的主谋者 经警方初步确认 两名犯罪嫌疑人 尚未逃离领海市 特此发布A级通缉令 在全市范围内 开着密集搜捕 设卡盘查 发布悬赏通告统策施 全力开展追捕工作 望广大市民积极平 新闻一发布 四方集团成了 风火浪尖的存在 而季廷山和季萍 他们并没有离开领海市 季廷山此时 正坐在他新开发的楼盘上 看着楼下那些 拿着行李 准备入住的一些人 他心里有些高兴 季萍很快就走到他这里 两人在见面后 季廷山只让季萍赶紧离开 但现在 明白一切的季萍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 不知道到底叫他什么 季廷山骗季凡是一种保护 但对他从头到尾只有利用 季萍心中也充满了愤恨 面对季萍说的话 季廷山只说了四个字 负债子偿 其实季萍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能去哪 世界上已经没有属于他的地方了 季萍过来就是想着 要陪季廷山一起上黄泉路 而且他也并没有打算放过季凡 季廷山在警觉这一点后 已经来不及了 季凡收到季萍的消息 已经赶来了 季廷山已经看人命如草剑 但唯一放不下的 只有季凡一人 他让季凡赶紧离开这 而背着一切 折磨得发疯的季萍 看到季廷山的态度后 不耐烦地拿出了枪 还吵吵起 季凡是他墨家的宠儿 而他自己却是一条 没人要的狗 他被季廷山骗了整整27年 甚至差点杀死亲生父亲 季凡想要劝他 可季萍现在看见他就来气 他是肖建国的儿子 做警察的人本应是他 季萍认为是季凡透露他的人生 季凡被说的无言以对 他拿出了一盘录音带 这是季廷山从小哄季萍用的 前面放的是摇篮曲 在季萍长大以后 季廷山就将其藏了起来 而这段录音其实还有后半段 这后面就是肖建国和妻子的对话 他们正在说给季萍起名为孝然这件事 季廷山就是用这前半段录音 骗了季萍整整27年 从小给他洗脑 其实季廷山最先是想要杀死季萍的 但他还是没有忍心 下手刷死一个小娃娃 看着真相全部被揭开 季廷山也不想再和他们多说什么 只想让他们俩赶快离开 而季凡已经知道 这栋楼其实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当年就是因为村子里的谩骂 最终才导入了孟文华夫妇的死 孟文生最恨的其实就是那些村民 他从国外打拼回来后 不惜重金抢下了村子的回签项目 盖了这栋楼大楼 目的就是想要将这些村民 全部都给炸死在这 但季凡在上楼时 已经发现了季廷山藏的炸弹 已经让阿南行动 村民们现在已经被疏散离开 而炸弹也被拆除了 季廷山停后怒不可恶 只是他仅仅策过了27年的复仇 最终却被亲侄子给毁了 目的没达到 季廷山现在只想一心求死 他让季萍赶紧杀了自己 不过季萍没有选择动手 这时阿南带队来到天台 将季廷山和季萍全部逮捕 可就在离开时 季萍故意走在最后 他反手携失了小白 逼快对方让季萍和自己离开 季萍也只能乖乖戴上手铐 被季萍顺利带走 俩人来到了一处仓库 朝夕相处27年的兄弟 此时在得知对方的身世后 开始大打出手 在俩人不乐的过程中 季萍安装的炸弹已经启动 时间在二人互相发泄的过程中 一分一秒流逝着 最后二人回头土脸的躺在地上 季萍想要自己死去 来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 可季萍的目的是要带他回去 如果季萍不走 他选择和季萍一起死 阿南等人赶到后 现场这儿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等季萍再次醒来 时间已经是一个月后 电视此刻正在播放 李倩母亲介入采访的画面 老太太终于得知 杀害李倩的凶手 并不是他一直以为的孟文华 他也面对镜头跪了下去 对孟文华一家开始赔礼道歉 他可能不知道 因为他当年的无知 没有任何证据 仅凭警方去询问孟文华情况 他就不断去墨家闹事 引着全村人排挤孟家 最终害死了这么多人 季萍被关押了一个月 现在要被移交给检察院 他已经同意写任罪书 承担之前的一切责任 可就在他拿起笔识 回了大半辈子 他竟然不知道该从哪一件事情写起 季萍在出院后 决定最后再和季萍谈一谈 看着季萍伤势还会痊愈 季萍一脸关心 去问他的病情 可季萍现在只有一个疑惑 让他回答 他想知道为什么要杀青年 季萍听了也很吃惊 他见都没见过这女孩 而且他完全没有动机下死手 那么只能是季萍动的手 季萍现在唯一后悔的事 只是不该让季萍回国 他一直以为 自己和季萍两个人就够了 没想到最终 却败给了自己的亲侄子 听到季萍 季萍的情绪就有些激动 你利用完他 现在要替他顶罪 你觉得他会感激你吗 哪有什么顶罪 本来这事就是我一个人干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关系 经历了这些后 季萍完全没有了方向 他重做在游乐园里面发呆 就在思考以后怎么办的时候 一个小朋友过来 送给他一个红色气球 说是有位叔叔让他给的 季萍再看到这气球 他就想到曾经在国外时 季萍去游乐园 经常送给他红色气球 这也让季萍知道了 原来季萍没有死 到这里 本剧的前半部分已经完结 本篇讲述的是十到十四集内容 案件这下终于被侦破 这两个狼人 一个被刀 一个失踪 本剧前半段的内容 总结下来就是 莫文生的养成戏复仇计划 里面出现的人物 除了主角几人外 消息最终 人彻底痴呆 没有了即使能力 而接下来 既凡要做的 就是去寻找季萍 同时还要查清 杀害法医清延的人 到底是谁 后面也将会出现 一个更大的阴谋 前半部分到此完结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或许吧